你愿意再等上帝一下下吗 周末清静神陪你读经祷告爱一家人 朋友平安 本周的周末清静神 我们要一起来读 萨摩尔纪上十一到十三章 这是扫罗被拣选为以色列君王后 所发生的故事 扫罗是勇于为百姓出头的领袖 上帝也很乐意帮助他征战得胜 但他却在一场战役中 做了一个糊涂的决定 相信这段历史 会重新兼顾我们等候的耐心 以及我们依靠神的信心 待会读经时 邀请你一起大声念出来 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感动 今天的敬拜诗歌叫做 安静等候你 当我们愿意等候 神的帮助就必与我们同在 一起来唱歌 敬拜神吧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 我的身盼望从你而来 你是我拯救我的荣耀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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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身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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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心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盼石不知東洋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 啊 我要等候你 耶和華 要向你清醒促逸 你掌權在我生命 用麥拉 啊 我要心靠你 耶和華 要向你清醒促逸 讓你愛充滿我情 你輸我 我輸你 啊 我要等候你 耶和華 要向你清醒促逸 你掌權在我生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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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我要心靠你 耶和华 要向你轻轻足矣 让你爱充满我心 你输我 我输你 深深敬拜 静静等候 心的深处 安然享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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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深敬拜 静静等候 你也恨我 要向你清醒足矣 你掌权在我生命 我要心靠你 也恨我 要向你清醒足矣 让你爱充满我心 你输我 我输你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 我的身 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盼视 不知动摇 我的心安静 安静等候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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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